本期视频是关于如何增强应用层面隐私防护能力的视频 这次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叫做Hyperbeam 这个工具本身是用来多人协作 共同浏览网页内容的一款应用 但是也同样可以用来增强我们自己上网的匿名性 那这个工具呢就是Hyperbeam 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一款增强隐私防护能力的应用 它本身呢虽然是多人协作的一款工具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来保护自己个人隐私匿名性 那这个Hyperbeam就是我们这次视频要讲解用到的一款工具 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款浏览器 为什么我们要在它加上双引号呢 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安装在本地的浏览器应用 而是在云端运行的多人协作应用 通过这个应用呢我们可以实现访问我们要访问的各大网站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 首先确保我们的电脑使用了一条安全的网络链路 那这个安全的网络链路怎么建立呢 请大家参考我的上期视频 最高强度一名上网方案中的几条链路方案 只要我们确保自己的网络链路安全的前提下 再在上面加上一条TOR洋葱路由 进入它能保证我们的匿名性 而为什么我们要加这层洋葱路由呢 就是这个Hyperbeam的应用厂商 最终它的隐私防护能力是否靠得住 它是否不会被渗透 我们无从得知 所以我们只能假设它也是不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在它前一层加上一道TOR的防火墙 来保证即使它不安全 我们还是能经过这层TOR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 那经过这个Hyperbeam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访问我们的各大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邮箱 Facebook Twitter 甚至于你想要做的其他事情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到底怎么用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对这款产品的使用介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一款浏览器中 打开这款应用 本身这个应用是支持独立客户端 以及在线访问的 而我们为了保证自己的隐私安全性 我推荐大家使用浏览器中访问这款应用 在我们自己的TOR浏览器中 打开这款应用 现在的界面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它会开启一个新的应用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浏览器界面 在这个浏览器界面中 我们可以打开访问我们任何想要访问的界面 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现在看到的是在我自己浏览器中 访问这款应用 然后打开之后的一个浏览器 虚拟浏览器界面 这个浏览器界面中 我输入了访问YouTube YouTube界面是可以带声音播放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自己的IP地址 新顾测试 它的IP地址是一款锐点的 而且每次我们打开这款新的应用 它都可能会出现随机的IP地址 也同样增强了我们自身的匿名性 我做了一下它的网速测试 进行测试之后呢 它的下载带宽是876招 它的上传带宽是615招 可以满足我们绝大部分场景使用 那怎么注册这个应用呢 在我们自己的浏览器中 访问这个注册链接 然后在这个位置 使用一次性匿名的邮箱地址 即可完成注册 完成注册之后 登录就可以完全使用了 登录之后 可以继续使用它来访问 我们想要访问的目标网站 因为这款工具 本身定位是多人协作 所以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查看 过几分钟之后 就会提示我们需要要求他人 共同使用 否则页面就会被关闭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打开这个位置 会生成一个邀请他人链接 复制他的链接 然后在另一个 然后在另一个无痕窗口中 点击访问 即可加入这个窗口 变成多人协作 他人加入之后 这个应用就没有访问时间的限制 我们可以拿他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而且这款应用呢 不但是增加了自己的匿名性 也同样提高了自身系统的安全性 一些不安全的网站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软件打开 不用担心 因为乱七的零类漏洞 被入侵到自己的本地电脑 我们可以用它在做安全渗透 或者说在一些不安全网站上面 进行浏览访问 也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其他内容 也请留言反馈 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 请你